我们下一个任务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搜集的名场面 这个我们分发一下给大家展示好不好 哦 名场面 这个是在芋桶里面的那个名场面 对对对 这个是木桶芋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扎爹的吧 扎爹的 做我的地后吧 然后这个是 是屏风吻的 屏风的这个我觉得应该看了我们这个剧 屏风现在都卖得比以前好了吧 是吧 来 我们展示一下那边的名场面 这个是在望川的时候 对 这个是在望川的时候 送别他的 真是疯了 哎 导演 我先问您 您觉得这几个 在你心目中要选出一个名场面 你觉得哪个牌第一 我觉得这个屏风吻吧 当时是怎么想到做这个屏风吻的 因为其实是剧本提供的就是屏风吻 但是当时特别的难 因为真没拍过屏风吻 所以当时就是想了很多镜头 因为他还要跟他的幻境去联合 因为他这边伸手 那边幻境里面他也是在 就是要让他清醒 在梦境里面要看到那个人是谁 所以当时就是 因为这场戏拍的是比别的名场面都比较难的 因为要拍出感觉来 还要把镜头就是跟那个幻境里面的街上 相结合 那我想问一下导演 就是这部剧在拍摄的时候 有没有预测过观众会比较喜欢哪些场面 当然观众喜欢甜跟甜的名场面 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呢 我们也相信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输出 也是大家所期待的 所以我们在当初设计场景的时候 类似我们的天宫 我们也参考了就是敦煌的那个壁画 那个蓝灰色的那个色调 就是想走这样一个色系风 这样也会跟之前一些仙侠的那种白色金色的有所区别 这个也是我们在创作的时候的一些创新 还有我们开场的摇石盛宴 我们也融入了飞天舞的元素 用八个仙女在空中飞舞这样一个形式 让天宫呈现出来的中国神话色彩 更加的浓郁一些 当然还有一些小的方面 比如炎旦喜欢夏威奇 奇艺特别的精湛 然后还有应渊 还有比较就擅长抚琴 以及我们在凡间也加了一些曲艺的元素 就让大家能够多角度的 能够就是看到我们的传统文化 所以我们这部剧得到大家的喜欢 真的是因为我们在每个细节的方面 都是非常非常的有心 诚意如果让你选呢 你选一个你心目中排名第一的名场面 那句话怎么说呢 成年人不做选择 我都要 是不是要说这句话 不是我都不是 这个还是观众 都是名场面 这都是名场面 就其实这些出来都是观众非常喜欢的 是是是哦 那很不错哎张言 嗯挺好的 这这这才播了一半啊 一半还没一半 那我觉得就那我作为演员和我觉得 就是我们的那个主创 主创幕后工作人员那很开心的 如果观众都会喜欢这一些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很开心 这还仅仅只是大家投选出来的几个名场面 其实有很多名场面 就比如说我我说我最喜欢的一个细节 我是真的反复看了三次 其实那个就是有一集你去救颜丹 然后颜丹突然抱住你 当时感觉还没有爱上对方 哦颜丹就是 然后你说手松开 然后他说快打他们 嗯嗯嗯 当时觉得哇霸道总裁来到了仙侠剧里面 就是宿命 对其实这些名场面都是大家看了剧 然后网友们比较喜欢挑选出来的嘛 那两位有没有就是自己觉得在拍的当中拍摄当中 呃记忆比较游心 然后觉得比较精彩的 或者是比较难的哪一场戏 我我我我刚才说了就是屏风吻啊 对于我来说是呃比较难的啊 诚意呢 我觉得其实就是拍每一个戏的角色就是 应该都挺难的 就是我 我觉得就是说他不是难的 就是说希望就把每一场戏就是说 没有拼尽自己的全部力气把它演好 但是其实我们演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说也不想让自己松懈 包括大家都一样 呃全力以赴嘛 但这个其实更多的 我们其实 这个标准呢可能我们不好去界定 就觉得我们觉得应该怎么样 但是如果观众喜欢这一件 我觉得我们的付出就是就是很满足很开心 那么我们的动力也会越来越大 其实现在因为其实演戏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也不会把每一场戏去放弃掉了 就是在其实我们去新疆那一个月哦 对我们来说因为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挑战 对因为拍摄比较辛苦 它是那个那个环境的风沙 等会又来 有时候会有冰雹 正拍着拍冰雹下来 可能就是风很大 所以看到新疆的那些景的时候 风特别大 那是自然的 有些就推着已经面目全飞了 那些已经是 就是 就比如说你看我们拍摄的过程当中 其实威亚诗 还有这个其实可能 它怎么去判断你的那个其实威胁性 其实挺难的 因为风一刮 人晃来晃去 你包括这个其实飞来飞去 你看我们一二三开始拍太阳出来 特别暴晒你不能拍 风一大突然也不能拍 其实这个其实在那个方面 我们觉得克服的困难还是蛮大的 克服了很多就是环境带来的 环境的给我们带来的 那其实也有很多网友看了我们的花絮嘛 发现其实原来我们的这种剧是在绿幕 很多在绿幕前拍的嘛 然后大家就觉得成诚意的演技爆棚 那当时是怎样的信念感 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其实大家也大家其实也都知道 可能就是拍现场剧嘛 更多的是在信念感比较强 因为就是说可能在绿幕当中 你首先得自己相信嘛 你自己都不相信 你怎么去演绎这个角色呢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专注和信念感 有没有那种就是会在戏里面出不来的时候 就是入戏太深 那没有吧 然后这两个角色因为你们刚刚也说的是跳拍嘛 其实我觉得对这个心理上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觉得难度也挺大的今天是下房之后 明天又是可能是演帝君的戏 分别说明 对对对对因为唐周呢其实也是 就是唐周可能就是他的爱更纯粹一点更直接一点 就是我喜欢你我要告诉你 可能应渊就是那个 应渊可能更成熟一点就是因为他背负的不一样的嘛 六届而且他就是说更多的就是说我喜欢你我爱你用行动来证明 那唐周嘛他就是大男孩一点我喜欢你我一定要告诉你我喜欢你这个我觉得不太一样 而且更多的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一个字真 这个真就是他对待延代的感情都是真的真真心真心实意真心真意的 就是两队其实不管是哪一队大家站的是哪一队其实都是真心对我觉得这都是真爱都是真爱这是最珍贵的 因为他肯定心里面只有这一个人 我一问导演导演就把难题抛给你 导演如果如果你现在要投一票的话你投哪一队啊 我觉得我觉得 就生活中的你你不是导演你现在不是导演就是生活中的你啊生活中的你啊生活中的你嗯 生活中的我我觉得跟唐周吧 投唐周为什么 我觉得唐周可能能就是就是就是可能冰冰背负的东西太多了啊 所以会压力也是伤害了延代所以呃反正后面剧情也会有交代一些 所以延代是后来会回避他啊但是唐周可能就是好一些 他简单点一个热血少年可能背负的东西没那么多 对所以延代可能就没那么累啊其实这个就是其实爱一个人就成全吧 他希望延代快乐自由自在的这样活着所以其实 就是 就是 就是说 就是说就是其实想更多的去保护他守护他让他做一个快乐天真的一个小女孩 是那今天我们是不是好像还准备了要演绎的台词 是不是 也是送给我们所有优酷朋友的福利啊 还原一下那那句经典台词就是夫夫人不必试探那一句 啊夫人不必试探我我此生为你而已绝不拿起 是不是这个是哎我觉得增加一点难度吧要不你看着导演说这句话 啊这这样就不要有难度吗不是这不是在演戏吗 演一下演一下就你的对手是是导演那就当我是颜代吗 对对对考考验啊这个刚刚说的信念感 是现在很考验信念那不会对着导演说这句话 夫人不必试探我我此生为你不行不行不行 先先对视五秒钟的时候再开始 还有这样呢 对对对对哇导演脸 等我等我等我等 好吗 嗯 三五四三二一 夫人不必试探我我此生为你而已绝不拿起 不理着吧 信念感真的要为这个信念感鼓掌 哎导演的脸是真的有有有点红可以给个特写 我有点害羞啊特写在这啊 是好好了来来来来我们上最后一个这个kt版 那个口红色号那个口红色号 嗯 这个也是网友杰出来的 就是说弹幕都在飞问一下这个口红色号 其实其实是你在吐血吐血的这个场面 导演刚刚都惊认他说口红色号 我们这个没有 口红色号是 我们没有说口红 导演脸口红色号 我知道但是怎么跟这个关联啊 就是一些网友都说他这个图在嘴上很好看 这个血浆的红色 然后就说这个要大家 这样吧两位给这个口红色号命个名好不好 命个名 你中的是火独 完了我觉得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口红色号的 火独号 你可以火独号 火独色号 火独色号 这个这个很巧妙火独号 我觉得这个 因为中的是火独号 对火独号 可以卖爆 我觉得是 陈毅当时其实是用的 就是血浆 对就是那个剧组的工作人员 那个准备的那个血包 而且就是可以吃进去的甜甜的 如果大家喜欢吃甜的 他吃到这个都很健康的 很安全 就是如果 你拍摄的过程当中 可能吃进去了 咽进去了 都很安全的 但我好像在花絮里面看到过 就你吃这个有一次吐了 这很正常 就是因为我们拍仙侠剧嘛 有那个鼓风机吹 如果可能要仙气飘飘也吹 可能那个风一大给你吹到鼻孔里面去了 然后好吹进去了很正常 就味道还甜甜的 你很会安利这个血浆的味道 导演有尝过吗 我还真没尝过 下次试一试 对对对 可以 那个是吗 可以 反正这个就是都能吃的很健康 我都有点饿了 我都已经看这个口红色 你可能如果血糖有点低 还可以去吃一点这个 这个甜甜的 就是所有的 我问的好不专业 但其实我真的很好奇 就所有的这个剧的这个血浆是一个味道吗 那我 它有口味可以选择 我不知道别的剧的 反正甜甜的 反正基本上他们都有 有那个就是 那个叫什么蜂蜜啊 或者嗓子头的那个叫什么 皮花糕 啊对 很多调制的 他们是调制的 可实用的 对可实用的肯定是实用 要不然 剧组工作人员不会给你吃的 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对这个 我独色号 这个命名还挺满意的 那我们就算挑战成功好不好 好 来我们上最后一个我们的锦囊 这个我打开 这个我打开 哇布黎卓啊 布黎卓 来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布黎卓的故事 你给颜旦带的你来分享一下吧 这个布黎卓 我们好像一个直播带户 这个布黎卓 布黎卓 这个布黎卓吧 我觉得这个编剧老师 设定的特别好 因为其实读剧本的时候呢 就是说 因为在天上嘛 因为应援 就希望 颜旦离他远一点 15步 15步 因为 但是在凡间 唐周呢 是要天地要捉他 所以希望呢 让布黎卓 离他近一点 虽然我觉得这个设定 非常的好 我觉得编剧老师特别棒 而且这个是非常有逻辑的 对 它是整体有逻辑的 而且它不是那种就是 为了设计而设计 我觉得这个也就好 特别有趣 还有就是在 就是那个梦里面的凡间 其实颜旦是带着这个东西来控制它的 对对对 就是这个是反差的 对 就是这个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我就看到弹幕上面写了 说 注意这个镯子后面会烤 然后果然 下凡了之后 还是遇到了这个镯子 所以这些小细节 一些巧思 在我们剧当中 整个贯穿我们的这个剧 还有这个 翻规也是 就是说可能 音乐就 翻规是他一个那个 那个小癖好 但是唐周也是 那唐周翻规呢 那 因为也是一个人嘛 但是肌肉记忆嘛 也是他喜欢翻规 但是我觉得这个设定也特别的有意思 嗯 导演一直在点头 嗯 说的挺好的 对对对对 对你的发言很满意 没有 编制老师写的好